道教世界里头最高的统治者 谁呢 玉皇大帝和王母娘 有人说这两口子我们知道 看西游记里边不就是吗 两口子合伙算计孙悟空 一会儿又避马温 一会儿七天大圣 最后还下届 捉拿妖猴 结果让孙悟空大闹天宫 把玉帝架着 钻子捉迭汉 拜请如来佛祖 不觉得那挺窝囊的皇上吗 这确实就是玉皇大帝 但是说这玉皇大帝 到底从哪来 他跟王母娘那什么关系 咱可别光看西游记 因为在这个民间传说里边 玉皇大帝跟王母娘那边 应该说是从宋朝以后 才有人说他俩这两口子 以前呢 有说他俩开天辟地 就存在是兄妹两个人 还有的说呢 王母娘呢吗 是玉皇大帝他妈 要不能叫王母吗 当然最早的说法是什么 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呢 是神县里各司其职的两个部门领导 就好比咱们现在说这个县长和县副联主任是 所以王母娘呢是女仙儿的头 这个玉皇大帝呢 分管全卖工作 在代管南宵 说他俩各司其职 那么而且这两个人呢 我不说这个是两口子 南宵以后才有人这么写 到西游记的时候 才正式造词出来 天上最高统治者 玉皇大帝王母娘呢 为什么呢 他跟人间相比照 有皇上就有娘那个 所以这套东西 其实我们看 就像在说盐王的时候 阴间那些东西 跟阳世间是一样的 天上的东西跟地上的 其实也是一样 都这点事这是 那么最开始山海经 这个神话专辑当中就说 王母娘那是个什么模样呢 你都想不到 说她长着一个抱的尾巴 有老虎的牙齿 经常张嘴 大声和笑 叫唤 而且带个盔甲 反正长着就人不人 瘦不瘦的 一直到这个西州时候 才说这个西王母啊 母一天下 是个中年妇女 到后来呢 又变成三十多岁的 容颜绝世的女人 到西游记里边呢 典型的又恢复中年妇女了 整天没别的事啊 组织个大派台 开个潘桃园 然后弄个潘桃园 请随便来吃饭 啊 怎么这么小 娘娘 潘桃园的大桃 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啊 王母娘娘 是才那妖猴 假传旨意 骗我去聪明界 这定是她来此饶乱 攀逃盛会啊 所以就说这个王母娘的形象 是不断发展变化来的 那么玉皇大帝呢 比王母娘娘更丰富 说这玉帝 在道教里是个什么位置呢 玉帝后来啊 叫总管三界十方 四胜六道 什么叫三界十方 四胜六道 三界就是天上 地下 人间 天上我们都知道 地下就 娘娘爷这啊 哎 人间 叫为三界 十方是什么呢 四个方位 东南西北 四个维度 前后左右 再加上上下 这么搁起来十个地方 哎 叫为这个十方 三界十方 何为四胜六道 四胜就是胎生卵生 十胜化生 就指生命产生的四种形式 他管着生 六道是什么 轮回 轮回是指什么 为什么叫六道 有天道 有人道 有魔道 有地狱道 有畜生道 有恶鬼道 所以也就说这个玉皇大帝 是天上人间 什么事他都管 所以这叫管三界 十方 四胜六道 那么这玉皇大帝 是不是道教里 最高级别的呢 还不是 怎么产生的 玉皇大帝呢 它是这个过程 道教里最高级别 是三清 二十四道 一步 然后 一步 三三 二 三 一 两 二 三 一 二 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快请如来佛祖 还有的人说如来佛祖就是玉皇大帝的下级 因为玉皇大帝不管三界 三界就有天上 天上分五部分 东天西天 南天北天中天 中天这是玉皇大帝所振 那四方就像分封诸侯似的 而西天就是如来佛祖掌管 说他是他下级 所以说你得给我来平妖侯来 你就得来抓孙悟空来 如来 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 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空让进我吧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 别高兴得太早了 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当然这个说法里头都有好多自相矛盾的 但是这个玉皇玉帝两个小书童 何而为一叫玉皇大帝 这可确实是来自道教的传说 那么这个传说其实也是模仿人间 皇帝都有号吧 玉皇大帝也有号 而且中国这个传统呢 你这号越长 那就显得你这人越有身份 玉皇大帝号多长呢 我给你念的啊 玉皇大帝叫 浩天金雀 无上至尊 自然妙有 弥勒至真 玉皇上帝 多少 二十个字 这么多的号 所以玉皇大帝呢 在这个道教系统当中啊 其实就是主管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行政分人 都是玉皇大帝管 那么说玉皇大帝 这是我们说的一种说法 它这么来 但是有好多人不这么认同 不从道教体系 从别的体系里找 说玉皇大帝是怎么被确定出来的呢 有人说了一个传说 很有意思 说这个天上地下 有一阵事件乱七八糟的 太白金星呢 转化成凡人下界 想找一找一个人 谁适合当玉皇大帝 结果找到了一个人 是一个山寨的寨主 名字叫张友仁 这个友仁就是友谊的友 人民的人 说找到这个张友仁呢 发现他呢 把这个山寨治理的井井有条 这个人能耐不小 很厉害 太白金星就说 你能当玉皇大帝吗 这个人推死 说我呀 管理个山寨行了 管不了那么多 太白金星就 后来一看 这个人还有个道号叫白人 说你什么事都忍得 说能行 说既然什么事都忍得 必可治理天下 其实这个其实是一种辱学思想 就说你能吃亏 你才能做人上人 所以咱们以前呢 辱学经典里好多这样的例子 就这皇上一开始 叫有生之初 人各自私也 人各自利也 皇上呢 是干什么的呢 等于替天下人办事的 有的人不堪劳苦 一听说当皇上跑来 所以其实这个传说 是体现了辱学思想 对这个 整个天下的理解 就是皇帝 应该是为大家服务的 那么当然呢 有些传说 比这个说的有意思 说这个张友仁 一直呢 是跟着江子牙回事 这江子牙封神的时候 不能这个封了那个 反正都各司其职 各具其位 18层地域 这江子牙这会干嘛呢 没地方 其实有地方 江子牙是把玉皇大帝 这位置留给自个儿 结果呢 封到最后呢 他那个对头 伸过帽也封完了 伸过帽问题 那江子牙 江道九 你这个奔封住谁 你给你自己留着 江子牙说 就我这个就是 没有没有 意思我不是贪囊王法徐司 他说那玉皇大帝位置 你空着给谁 你说你要给谁 江子牙画杆画杆到这 来了一句 你甭管了 那是有人来做的 他意思 总有人到这做 反正不是我 他就说你看 你甭管了 有人来做 他身背后 站着张友仁 转身过来 哎呦 谢恩 您让我当这玉皇大帝 你看江子牙僵到这 没抓 啥 漂亮 谢谢大家